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刑長會做大件事 我們由幾千個退役的越南兵 篩選到現在剩下25個罪有可疑的事 我不想讓晴晴看著我死 我更不想讓你看著我死 拳帝有什麼錯? 讓你做到一姐一碟 把三萬人留下來 你還是剩下自己一個人 這封信 阿倫, 我一直認為我在警隊的生涯裡 是不會拆拳的 三十年前 我第一天回學堂的時候 阿Sir跟我們說 把個人的尊嚴放進信封裡 貼一張郵票, 寄回家 因為我們只需要 增行法律賦予我們的權利 就是這麼多 我當天把自己的頭髮剪短了 然後放進信封裡 貼一張郵票, 寄回我自己 因為我要短頭髮, 我要劃一整潔 當我們穿這套制服的時候 是代表整個警隊 個人的尊嚴, 其實是微不足道 我今天是代表整個警隊的尊嚴 和權威來做抗辯 尊嚴, 尊嚴是一個很薄的警察 他受到槍傷, 有這麼多後遺症 我很同情他 但是他讀不上書, 不夠勤力 升不上職 就將所有的責任歸格在我身上 說我失職 要我賠一千萬, 養他過世 尊嚴, 你這樣做 你這樣做是代表你內弱 沒有人救我更加明白 作為一個警察 會有多少犧牲 丘麗盡, 丘麗傑 他倆兄弟 但是, 現在還是躺在浩然那裡 如果他們不死的話 十幾年之後 應該可以坐到我的位置 但是如果我內弱, 我不服氣 我是否可以把責任找人歸咎 告我的上司 這兩面是蓋起我兩個兒子的棍墓 的俱旗 丘麗盡、丘麗傑 是代表整個警隊的權威 尊嚴和堅強 我相信法庭 沒有一個公正的裁權 我相信法庭 我相信法庭 維護警隊的聲譽和權威 我相信法庭 十幾年前 第一天上學堂 阿Sir就跟我們說 紀律是最重要 如果犯了警禮 就會有內部調查 要接受紀律處分 但是原來是假的 內部調查, 根本查不到憲偉級 法官閣下, 我想請問一下 香港有沒有一條法例 說一個職位高級的人 他的專業操守就不會有問題 不會自私、不會濫權、不會犯錯 我頭的傷 是萬稀劃 續跡所造成的結果 醫生一年前跟我說 說我只剩下兩年了 但是我還有一口氣 我也要在這裡跟你說清楚 你經常說 手上的權力越大 但是香港就會越安全 是錯的 我們是警察 警察就是公僕 我們的權力 是香港市民給的 不是屬於你的 是香港市民給的 如果有人 若果人, 你需不需要暫停一下? 如果有人, 你做到一嬰 管整個警隊 香港 就會是罪下的一天 你不需要暫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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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察上升 控告上司助理處長 曼希華的索償安 高等法院今天裁決 上升敗訴 潘池說曼希華在重大壓力下 做出決定不容易 他是經過慎重考慮才作出指令 但是上升當日違抗命令 才離開看守中的車輛 導致被匪徒射傷 法庭認為實屬舊遊自取 謝謝 彤彤 K姐姐 很久沒見了 你現在沒人覺得怎麼樣? 可以了, 阿寶還是閒衣那裡開心一點 對, 可不可以把你的電話還給我? 可以的 為什麼電話用得夠小也不換那個? K姐姐買一部給你, 好嗎? 這個是Bingo留下的 我不想換 晴晴知道了 我現在的孩子, 騙不住了 你有個手機, 什麼都找到 你還問我一條問題 因為我都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為什麼爸爸在庭上說真話 媽媽, 那個法官都會判爸爸輸的 我真的不會答 你懂不懂 怎麼才能讓一個幾歲的小孩兒女兒 不會對香港的法律失去信心 我會想要你, 可是你不准還議我 你真的猜不到 除了我們自己為來之外 很多手足都自願拿來支持你 你現在要連Maderman的重費都付 對,這裡幫不了多少 不過還是一份心意 最多就是破產,沒什麼大不了 但是我最不分喜的 就是舊遊自取這四個字 我們個個都是 你跟澄澄說 你說那個只是袁素亭的法官 你會再去找上訴亭的法官 還你一個公道 到時候只要你上訴成功贏了 就等於你贏了 要再上訴 也要更多的錢去訴訟 而且我現在提供不了新的證據 新的證人 牌旗也要等多半年 你覺得我等到嗎? 是為了晴晴 你一定要繼續相信 這個地方是有公義的 你要撐住 你是不是怕我會死的? 是,你現在有時候喝水會有血絲 你多咳幾聲在紙巾上 會有血液,你也不跟我們說 不要說,你現在每次說累 合上雙眼說多休息一會 我也會很害怕 我知道你一天怎麼都會來 不過為了我們 你可否再撐住一會? 好 就撐住了,選盤上訴的那一天 錯 是撐住了,選盤你贏的那天 好 你怎麼回來了? 你知道我是誰嗎? 你以為你就是大哥,裝模作樣 鹽長每次工作都只會穩固用兵 這些全部都不是他最近身的兄弟 只要我們找到他找來做事的人 我們一樣可以用錢買回來 搞定盈獎 自閉盈獎最近在香港沒什麼犯案 很難掛到什麼資料 你怎麼回事呢? 究竟是兵還是賊? 有時候我自己也分不住 上升 如果你有機會聽到這段錄音 不如幫我判斷一下 你怎麼回事呢? 這全都是營獎的資料 升Sir 醫療見不見嗎? 刑長離開了新加坡 去哪兒不知道,消息就這麼多 他來了香港嗎? 上次在新加坡跟英特勃談 他說死了那幾個傢伙 手機有很多刑長的訊息 他說了不止一次 有機會就要堆砍政龍 昨天政龍在倉上跟敵犯打架 受了傷,要留意一個星期 如果他真的來了香港 集齊了固域兵 等政龍出院的時候可以堆砍他 時間很吻合 那我們要做事了 搞定上升,再搞定盈獎 不過,日姐的位置你就坐得很穩 我星期也是一個署長 但你保安局再升,就是局長 到時候你會堆砍我 他們正在出貨,準備跟刑長會合 正龍炸死三大叔父之後 現在新界最猛烈的就是孟叔的兒子 太子,他在元朗那邊說了事 新界有七成的貨,他都拿來做 星Sir,太子的小子今天全都不見了 我知道盈獎他想做什麼 出來吧 什麼?什麼? 怎麼樣?放手沒氣 放手沒氣 下車 太子 盈獎呢? 自從正龍炸死了孟叔之後 太子就要幫他爸爸報仇 今天就帶了一大群小孩出去 剛好盈獎就想趁這個機會 就乘機打劫太子的所有父母 停下來,別動 別動,別動 別動,別動 別動 星Sir,形象的手下我們全都捉了 但是看不到形象 你們叫我做的事已經全都捉了 快點把尾數還給我,我要著草 再說一下,不用怕 他們已經被我們逮捕了 是只逃掉了盈獎一個 你知道盈獎還有其他的鬥嗎 程宇森, 你個弊人都可以做到總警司 你還是我猛呢? 那些兄弟, 你的命底 自動自動, 扔掉你的牆 上次找正龍引我出來是你 但是你裝甲的兄弟死了那麼多 都是因為你 看看你是否不卑 你是賊, 我是兵 職責所作 今天就當我運氣了 你想炸死他?不如先炸死我吧 你不是專殺警察嗎? 殺個總警司你威風很多 你說得對, 我應該炸死你 你妻子叫蘇維娜 我殺了你之後, 我會招呼他 有แล操同我 就叫她 來, 我要是 我會招呼她 唉呀, 就是他 我不會招呼 你不肯招呼 你不是, 我來 你不肯招呼 我, 你不是 我, 你不是 你以為今天觸到我了嗎? 那男人就是死了 就是要抓你回去 警务署总警司程余芯获委任为助理署长 接替即将退休的港岛总区指挥官 程余芯先后于警队不同纲位工作 包括飞虎队、总区重案组 投诉及内部调查科等等 三个月前英勇琴获国际头号通室犯邓明洋 得到各方赞许 刚刚特首打电话来 他说你已经去信公务员事报局 投诉曼熙华 你还要求对他展开纪律灵讯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现在有权这么做 我是做我应该做的事 你这么做 对我们警队的威信打击有多大力 你又没有想清楚 阿Sir, 你曾经说过 要我为西九建立新气序 其实不止西九 整个警队都需要建立新气序 需要公平、公正、公开 想市民对我们警队有高度的评价和信心 为高群重的人 就更加需要严厉的监察 既然I.I.O.做不到事 就请外人帮忙 如果长官是没办法的 公务员事务局不会查出什么 会还他一个情报 但若然他有事 就应该接受处分 Sir, 这样做 只要真真正正为警队建立威信 师姐, 我想捐钱 又是你? 你前两天才来过 刚刚出粮, 不然再捐码 谢谢你 月头最好, 尽要今天是星期三 是星期三 这么多钱, 赌麻烦会谷 没赌很久了 以前是经常跟人说的 不赌不知运气高 现在就跟人说 不赌运气自然就好了 说得好 当然了, 师兄听到 马上把这个赛购的钱都捐出来 肩膀有花无花都是一样 每个都肯捐, 现在他们不怕女士吗 那就要多谢那个官 说了这四个字 还有程长呢 他难得升到ACP 他也支持得很高 不怕得罪一纲 把长官的事业都爆裂出来 现在程长怎么样了?还在医院 他今次罪人监查出了几号 帮我交些东西给他 K说他怕长官在监视他 所以当时不敢来找你 只要传了一些讯息 我们传教冰果才能抓到刑长 但是这个电话是刘彤彤呢? 那个事情 为什么他会不给我 那彤彤也想支持你 彤彤说 叫你多听Bingo的录音 就像Bingo都在陪着你 一起上网 你知不知道Bingo最後想做甚麼 他想做無言無私 不過大學那邊說他因為中了槍 所以身體不太對 我連他最後的維園也達成了 人生實在太多波折了 很難讓你, 你也可以這樣贏 不過不要緊 現在有你, 有我 不過, 有Bingo暴手機 我們可以繼續一起查 來吧, 不要凍傷了, 快回去, 好嗎? 不要 是呀, 今早驗身, 過關了 不知道之後能否過到關? 一定能過到的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還是喜歡在外面多一點 很舒服 其實阿姨現在都沒有跟Henson在一起 對呀, 為什麼你不讓他們回來? 我的情況只會越來越差 我不想… 我明白, 我覺得人生最無奈, 最心痛的一件事 就是看著你最心愛的人死 看你甚麼都做不到 好, 我先猜 西九總區指揮官曼希華 今天接受公務員事務局紀律凌訊 成為守名因涉及非刑事事件 而需進行紀律凌訊的最高級警務人員 今天凌訊會否影響這條上升的稅數案? 一直有傳聞你是未來的一姐 我這次這件事會找到你當吧 好, 趕緊, 趕緊 趕緊, 趕緊 趕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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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緊 本席覺得原告人 當時是為了同袍的安全 做他覺得對的事 這個行為毫無疑問, 是英勇和無私的 甚至將自己的安危置之不顧 絕對不可以說他是救有自取 至於被告人曼希華的證供 是不是誠實可靠 本席有所懷疑 所以本席宣判原告人上升上訴得值 萬希華需要向上升賠償 進來 女士, 有沒有事需要幫忙? 幫什麼? 下面有很多記者等著你 不是, 其實我已經發了新聞稿 說你會提早退休 不過我可以幫你解釋 解釋什麼? 今天我叫同事幫你搬東西去停車場 我只要拿很少東西去停車場 你不是打算讓我離開才退去吧? 那我不妨礙你 不妨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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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我死了之後 你和媽媽兩個就是親人 你有空就回答他 當然了, 因為到時你身邊已經沒有人 你放下槍, 戴上眼鏡, 像個人 這裡看得多, 有了老化 我本來不想見你, 但我覺得很奇怪 我殺了你兩個兒子, 判了終身監禁 用來找我幹什麼? 我很想知道, 阿俊和Mac 阿俊在臨死前, 她說過了什麼? 優麗俊害怕得哭 優麗傑求我不會殺他 我是堅實說問你 阿俊 你倆真的很硬 只想把頭拉起來, 她也沒有求我 那他們說過什麼? 你不是想知道她的慧言 你就不會做夢, 睡得著嗎? 你經常見到他們兩個嗎? 是, 我每晚睡覺都見到他們兩個 被你殺死了那個痛苦的樣子 他們很痛苦, 口吵吵吵 我不知道他們說什麼 我想知道他們說過什麼 我以為你和我是同一類人 原來不是 我帶兵打仗, 你是帶手下去捉賊 身邊當然是死傷的 做大事的人, 怎麼可以給點東西 是捉綁著的 我倆是我的兒子 我怎麼放得下 你只有一件東西放不下 就是他們倆都被你弄死 他們倆死了的時候, 沒說過 也不知道你做過什麼 只有你知道而已 你用一輩子, 你還給他們 原來不只是我一個終身監禁 你也是 你也是 我告訴你, 羅彪的精神病 我告訴你, 羅彪的精神病 現在有好轉 我告訴你, 羅彪的精神病 我告訴你, 羅彪的精神病 他一定會在赤柱和營長過下半輩子 你看看現在下多大雨 昨晚也是這樣 我做夢又見到你了 我很想念你 這裡每一個人都有她的故事 想看真點 我看過了, 這裡有五十幾個人 全部都是因公司的 我看過了, 這裡有五十幾個人 我看過了, 這裡有五十幾個人 我看過了, 這裡有五十幾個人 我認識了, 現在竟然不來 你一個快病死的警察 可以在好遠以來 是, 我想不到請Sir提出這件事之後 有這麼多個高層支持你 連新任一哥也支持你 如果可以建議的話 我想仲在這裡的那個…是他 我真的很喜歡做警察 做得一人, 就做得一人 唱他的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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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